电视时尚的开端就是眼前这台咖啡色边框 散发浓浓复古味的电视机 这是国内最老的台式牌黑白电视 在台式60周年特展展出 充现影视焦点 所以口罩除了防疫的距离 也增加了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六大展区展出各时期的摄影器材 让民众身丽其境体验当主播 剧迷还能坐上家庆军游台湾的前轻功龙椅 体验皇帝上朝的滋味 另外杨丽花歌仔戏 黄俊雄布袋戏 还有仪天屠龙记等戏剧内容 统统搬进展区 当年台湾电视炒创直期的困苦的时代 如何一木一砖一瓦 能够发射了台湾的第一个电视讯号 年长者也可以来这里看一看 回味一下他当初第一次看到电视 播出画面的感动 一部就是第一个生产的14寸 最后要画下据点的23寸电视机 民众抢着打卡的 还有五灯奖为免者宝座 另外60年来的经典综艺 包括龙兄虎弟 百万小学堂和三金典礼舞台 都复刻成模型 历届照片大公开 台湿是台湾第一个电视台 60周年特展的第一天 不少年轻观众都来参观 唤起儿时的电视回忆 更见证台湾电视产业的发展史 八大新闻综合报导 锁定发那名声新闻 记得按小铃铛哦